大家好我是曼斯德 今天我們來開箱四驅車 這次是 這台 爆佐兄弟MAX系列 烈士二代車幻象號 之前我們介紹完了 《赤焰先鋒》 終於有時間再繼續介紹這台 在動畫的第33話 豪樹與烈士參加了夏季大賽 面對草屜兄弟的猛攻 烈士也讓引武者超越極限 將等離子電流開到最大 差一點就成功解決兄弟二人 兄弟倆看情況不妙 趕緊分離 引武者與幻影雙翼撞飛出了跑道 但幻影雙翼 將你機會變速利潤 直接把引武者給切成了兩半 比賽結束之後 烈士看著引武者碎片 整天都悶悶不樂 朋友們也都沒有什麼辦法 這時工廠的夥伴 終於找出神秘公事包的開箱方法 這個公事包是當初夏季大賽 義文治博士交給小蘭的箱子 希望能夠趕在被爆手抓回去之前 轉交給義文治兄弟 成功打開之後 裡面居然是四驅車 而且是小時候就有看過的Z1幻象號 失去引武者的烈士 沒有在第一時間接收這台車 心裡還是有到過不去的坎 晚上烈士在獨處的時候 細細的回想之前與爸爸聊天的過程 想起自己跟老爸有個約定 之後一定要讓幻象號與引武者 一起跑出最棒的狀態 成為最強的四驅車 當他還在猶豫不決的時候 工廠大叔上來跟他聊聊心事 也順利的解開烈士的心結 接收了幻象號 也為他量身訂做了新配色 之後為了要讓幻象號的通風口全開 也是吃了不少苦頭 辛苦了好幾集 在面對美德隊的時候 才成功使出了最強必殺技 幻象風暴 可以突破空氣障壁 瞬移一段距離 並且讓車速達到極速 好稍微回憶了這台車的來歷之後 我們接下來就趕緊來開箱吧 顧 這一包是他的車殼 還有底盤零件 SX底盤 然後綠色的胎框 黑色的胎皮 零件包 裡面沒有蛤馬達 這一張是他的貼紙 雖然小小的 但是數量也是蠻多的喔 最大的數字可以來到31號 那我們接下來 來把他先整磨起來吧 好那我們全部整完膜之後呢 我們先來看這張圖 這台車跟赤焰先鋒的比較 我覺得車殼的部分 可能會做比較白一點 然後輪胎的部分 是比赤焰先鋒好要再深一點的綠色 底盤部分的話 我應該會跟赤焰先鋒做一樣的手法 就是先噴上黑色 再來幫他做一點漸層 好那麼顏色都確定之後呢 接下來就來幫他做清洗啦 來 上沙拉脫水 這一次也是全部都把它丟進去 好給他泡一下 就是看好朋友啦 就是看好朋友 在你製造的地方 我我難看 就是看不懂的 是身一天盤 我們有非常有趣的 他的手法 就是顏色的 我可以看 照顏色的 相機 在水 飛機 飓 Peg 看 去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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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那樣子幻象號就全部貼完啦 他這貼紙真的是蠻多的 但是貼完之後真的是很有滿足感 非常的帥氣 我覺得比起先鋒號來看的話 他的貼紙表現出來的還是更豐富的 好,那我們接下來把這個車殼先拿去噴保護器 好,那麼趁著車殼還沒乾啦 我們趕緊來把他的底盤給組裝起來吧 好,那我們這樣子底盤也組裝完啦 這個主要底盤的部分我們用的是漸層灰的感覺 然後他的零件我們做的是鐵灰 導龍的部分我們跟動畫一樣就做銀色的 然後輪框我們噴完了金屬綠之後 我又幫他多加了一層透明綠 讓他的顏色看起來再更加的深一些 底部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這次的陰影比較明顯一點 看起來也是非常的不錯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把乾的車殼拿回來幫他做合體 那麼這樣幻象號就全部製作完畢 我們先把他放上展示台等等 再來幫他做個終結 好的,沒想到這一台的實車真的比想像中還好看 現在就有點後悔怎麼當初沒有早一點把它翻出來製作 比起我們上次做的那台赤焰先鋒 還是幻象號更加好看 但是這個貼紙一樣有老問題 還是得幫忙塗一點膠才能夠更加的服貼 那麼這樣MAX片的主角車也全部都解決了 大家也不用擔心還有好幾台車子可以慢慢製作 就請期待一下之後的車子啦 以上就是我們這一次的製作分享 喜歡就幫我點讚訂閱 我們下次再見囉 掰掰